蛇的头从脖子上砍下来后 它仍可以存活几分钟或几个小时 与其它物体相撞时 仍可以导致咬合反射 蟑螂当头部被砍掉后 它们可以及时封闭伤口 像往常一样继续飞行和移动 大自然有时候是很难理解的 因为有一些动物具有奇怪的技能和特长 世界上有这样一些动物 它们的生命力如此旺盛 即使头部被砍掉了 它们仍然可以再好好活一段时间 有证据表明 有些物种在砍掉身体的一部分后 可以再生出新的部分 而一些物种即使失去了头部 仍然可以用它们的毒液 杀死其他物种 今天的影片不适合有心脏问题的人观看哦 大家好,我是阿蕴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 没有头部演的活着的动物 对于温血动物来说 新陈代谢是极其强大的 只需要几分钟的缺氧 大脑就会停止工作 然而作为一种异温爬行动物 冷血蛇正好相反 事实上如果扑如动物失去了头 它就会立即死亡 尽管如此 如果把蛇的头从脖子上砍下来后 它仍可以存活几分钟或几个小时 蛇被砍头并不意味着它的神经停止工作 在低等动物中神经系统控制会与其体内的条件性反射 因此神经系统包括大脑 可以与身体的其他部分分开运作 即使舌头被砍手 与其他物体相撞时 人可以导致咬合反射 咬人的反射在毒蛇身上尤其强烈 因为它们的本能是快速咬一口爬行 然后等待毒液生效 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州 有一位居民在清理花园中的潮地时 发现了这条1.2米长的香味蛇 并决定用铲子刀片砍下它的头部 当它想把砍掉的舌头捡起时 断掉的舌头却突然反咬了它一口 这一咬伤差点让它丢了性命 科学家告诉我们 在舌头断掉的几个小时之内 如果舌的神经受到刺激 产生电脉冲 还是会死肌肉完成反射动作 比如咬合 这教训告诉我们 毒蛇就算死了 还是很危险的 事实上被砍头的青蛙 仍然有肌肉收缩反应 帮助它们跳跃 甚至在水下游泳 直到它们饿死 当它引起连锁反应 导致肌肉收缩时 即使是青蛙的腿 如果暴露在一小撮盐中 它们也会像活着的那样 剧烈抽搐 原因是青蛙的神经系统 并不完全依赖大脑 当受到刺激时 电脉冲传输到肌肉 导致身体产生强大的 无条件反射 造成肌肉收缩 所以才会发生这诡异的现象 与它的名字不同 狼鳗鱼是一种鱼 而不是鳗鱼 能够以狼命名 在凶狠程度上 肯定与狼是不相上下的 由于其修长的形状 经常被人们误以为是鳗鱼 这种生活在北太平洋的 狼鱼属动物 即使头部已经从身上切下来 仍然可以咬你 事实上 它很可能是在生死之间暂停的 狼鳗鱼 像其他鱼类和两栖动物一样 是异温或冷血动物 它们不需要像人类那样 保持37摄氏度的恒温 所以它们不会 因为加热而损失能量和氧气 在那生死攸关的时刻 神经可能仍然活跃 它已经触发了下颌肌肉的 无条件反射 无条件反射是本能的 有可能是遗传的 并在生物的整个生命中 永远持续下去 即使它们接近死亡 正如这条狼鳗鱼的情况 而这里是影片最有趣的部分 也就是最有争议的片段 虽然狼鳗鱼的头部 已经从身体上割下来了 但它仍然具有非常强的攻击性 这是多么可怕 在我们的生活中 很多时候 我们会看到鸡在失去头部后 仍然活着或奔跑 但它们只能生存很短的时间 然而 仍然有一些惊心动魄的故事 美国科罗拉多州 一只名叫麦克的公鸡 因无头活鸡的故事而闻名 在1945年4月被砍手后 这只鸡在18个月后 仍然生存 死后 医生检查了麦克的身体 已发现它没有头 也能活得很好的原因 据此 这一刀并没有伤到麦克的紧静脉 所以血泥块能够阻止血液流到最后 即使头部被砍掉了 大脑仍然完好无缺 所以麦克还能再活18个月 在这种奇怪的情况下 由于来访者的好奇心 他每个月被主人带来了5万6千美元 在广阔的海洋世界中 科学家们已经发现了大约300种章鱼 而这些无脊椎动物 包含了太多有趣的东西 让我们感到惊讶 它们有多达三个心脏 有蓝色的血液 如果触脚被切断 还能重新长出 章鱼拥有许多诡异的把戏 被很多人称为海怪 我们在著名电影 《加勒比海盗》中 还能看到它的身影 章鱼是章鱼目的一部分 身体柔软 与鱿鱼相似 但章鱼的身体结构是无骨的 没有坚硬的外壳 章鱼独特的嘴巴形状像鹦鹉嘴 位于头部下方八个手臂之间 章鱼也是一种 不仅头部有大脑的物种 还有另外八个刺脑在触角 密集的神经元系统都分布在触角上 除了被砍掉的触角能够翻之外 它们还具有被看守后的生存能力 这是多么令人钦佩啊 提到蟑螂 我想到的是臭味和厌热 然而 它们却拥有典型的超能力 即使被斩头 也能活着 这真是个怪物啊 每当我提到蟑螂 我的心都会颤抖 作为一种冷血动物 蟑螂在日常生活中 比热血动物需要更少的血液 因此 它们的血液循环 没有其他物种块 当头部被砍掉后 它们可以及时封闭伤口 在没有头部的情况下 进行日常生活 此外 它们的头部并不只有一个大脑 它们的神经系统分布在全身 能够帮助它们 像往常一样继续飞行和移动 是不是很恐怖呢? 哈哈哈哈 看着这种微小的生物 很难想象 它拥有极其不正常的特征 磁性螳螂 不仅在消费后会吃掉伴侣 而且螳螂的头部 可以旋转180度 它们只有一只耳朵 你没有听错 是一只不是一对 然而 在被看守后 它们仍然可以 在真正死亡前 有到一段时间 这是这个物种的一个 令人震惊的例子 螳螂拥有不同寻常的交配行为 雄性被磁性螳螂咬掉头部后 螳螂还能继续交配 并使卵受惊 雄性似乎接受了放弃自己 为即将成为母亲的磁性 提供必要的能量 这是一个极物寻常的现象 不管它们是如何失去头部的 苍蝇被砍头后 还能像往常一样飞翔爬行 甚至还能做羞羞的事情哦 原因是 由于它们特殊的身体结构 苍蝇的胸部有一个额外的大脑 它取代了主脑 帮助身体正常运作 此外 苍蝇全身的感官细胞 在它们失去头部时 仍然活跃 帮助它们对光线 做出正常反应 苍蝇会通过它们的皮肤 吸收氧气 它们能够活好几天 直到饿死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